影片開始前,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Let's go 對,OK,這個問題結束了 問題結束了,我有答案 那我這樣,我簡單說一下最近的形勢啊 因為這個也關係到我上面那個問題 今天說三點,三個小點很快 第一個就是關於華為的手機的問題 它是半導體的突破 我們這邊的所有的基礎的工程 其實坐在水下面,很多人看不到 最大的問題,比如台灣 我之前看了一些台灣的科技方面的一些人的說法 就是大陸的光刻機的事 二、三十年是不可能突破的 其實我們現在有三條路徑都在走 基本上都走通了 基本上都走通了 一個是長村那邊的一條路 這個所有報獎的信息都已經出來了 所有的人員的名單啊 包括它的所有的貢獻都已經列出來了 第二個路徑呢 第二路徑我就想重點說第三個 就是清華的一個方案 它是做什麼呢?叫SSMB EUV吧 清華大學 它這個是什麼一個概念呢? 就是你知道荷蘭的SML它做的這個功課機啊 它是為了要把那個設備運到台灣來 所以它要做的很小 你知道嗎? 否則它沒辦法運輸 它小的話呢 就是會導致幾個那啥呢? 就是說它是在比如說是5米之內 它的精度要做到一個納米 然後生產的晶圓也會受到限制 可能是現在多少? 14吋、12吋 清華的這個方案呢 它就是開了一個腦洞 它是占地幾公里的一個地方 然後用了我們就是用了那個光源加速器 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同步輻射光源 然後這個項目已經在雄安那邊在開建了 光刻機啊? 對對對 它這個是就相當於以前的那種叫什麼 一個蒸汽機可能帶著很多杆 每個杆下面又接著很多設備 它看你說這個強大的光源 它可以一下子 比如說可能就是跑5千米 對吧? 5千米能不能在空間就分 那裡面你有多少人 你需要用到多少的納米的極子外光 你都可以在上面去弄 它等於就是說 一種比較暴力的方式來做這件事 而且這個事兒呢 我看了一些各種消息來源 基本上是已經走通了 這個方案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可以做很大的晶圓 很大的晶圓 基本上不受這個 對對對 就你們現在因為那個 它受那個空間的限制 那個整個晶圓它只能做到14嘛 最大是吧 14還是10幾啊 嗯 如果用清華的這個方案 它可以做到可能十八二十幾 反而是在大的上面有優勢是吧? 對對對 就是說這個會超出很多人的固有的一些想法的限制 比不是比小是比大 對對而且它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大有什麼優勢呢? 晶圓大有優勢嗎? 大是這樣啊 它就成本可以降下來 同樣一個晶圓它做的這個芯片就更多 OK OK 哦 量率比較高 然後反正在應用在比較不需要小小奈米的一些產品上面 沒錯啊 這個是第一點就是講半導體的突破 這個是直接會衝擊到台灣的科技 科技那個什麼科技樹上最最牛逼的那個那個果實 那第二個呢就是之前不是講ECFA要斷嗎? 是吧 ECFA呢其實是一個面打擊的 它會影響到很多很多人的就業 也會逆轉台灣的這個貿易逆差 第三點呢就是昨天呢就是新聞聯播播了一個 就什麼兩岸融合發展的新路啊 嗯 我知道你有沒有發出一個新聞 它又搞一個什麼閩台經濟區啊 對對對我知道 對對對 但是台灣居民就跟大陸的居民的待遇等同了 不搞單獨的造物政策也不搞特殊化 嗯 你們對台灣民眾把台灣民眾當成就是大陸的人啦 等於是這樣 對 一體化 嗯 金門就託管給廈門了 把馬祖託管給澳洲 嗯 來做這個融合的試點 就單方面的放開 這些就是貿易啊 商務往來的這個管制 所以你看這三個點 有點的突破 有面的突破 然後也有這個統一的 很快的這種步驟 所以這方面呢就是 大陸這邊的這個動作啊 很多 又很快 形勢的變化呢 應該是比所有人的想像都要快的 嗯 所以聰明的台灣人 統一的步驟 形勢變化比想像中快 OK 對 不管你是不是認同你中國人 嗯 聰明的人呢就要早做布局了 我看到那個誰 韓國人不是要去廈門買房子嗎 是廈門還是那裡 我也看到蠻多 很搞笑的 我上次聽了一個什麼 一個台灣的中介講 他說他們怎麼賣大陸的房子的 他就是先把這個人先帶到台北 先把他的錢帶到台北去賺一圈 這個是台北 他就說牛逼牛逼 然後立馬又把這個人馬上帶到什麼 比如說大陸的二線城市 平坡啊 或者是什麼南丁 一比 台灣人一看 二線城市他媽的比台北都 都要牛逼 立馬就下單了 這些人做事還是很聰明的 OK 對吧 對 所以呢 你可以考慮一下 你說什麼 早點做打動 我房子還剛買 你知道我怎樣 我要買幾棟房子啊 大哥 你現在不是有金主了嗎 這個節目越做越紅火 然後金主越來越多 這個 買房買車 金主也沒抖那道房子吧 除非是那種漏奶的那種金主 你就不知道 男生那種很難有遇到那種金主乾爹啦 很難啦 你不一定啊 你看那個 誰 賴月謙不是還有誰 唐湘龍 咱們這邊的粉絲不一送就是 對吧 七八千的手機 別變送了 那還不如那種漏奶的那種都二三十萬乾爹就直接抖內 男生的直播主烈絲在這邊啦 沒辦法啦 我們還是要靠努力做影片啦 好加油加油 我剛才看到你 因為前面Coin的人可能講得有點長 我就回去聽了一下前面的 你就是說 今天的主題講到那個誰說 為什麼那麼多人相信賴清德是能夠什麼保持兩岸和平 最有 最有利的人選是吧 那我正好我前兩天我 我所見我去看了一下那個八種的節目 他不就是講那個華為嗎 講華為這個都是假的什麼什麼的 說那個啥 我就這兩個事我其實都可以竄起來了 就是為什麼 我說你們看綠營的這些東西 會覺得很蠢很傻 其實他邏輯不是這樣的 邏輯是這樣的 就是因為綠營的核心是要台獨嘛對不對 台獨呢是有兩個支柱的 一個支柱呢是要認定是共產黨是不行的 中國內部找晚會款 那這樣的話台灣就能獨立了 第二個就是說就算共產黨挺住了 那麼美國也一定會帶領國際民主社會 對吧打敗中共 那時候台灣就能獨立了 這兩點缺一不可 那所以呢獨派他是必須要去維護這兩個支柱的 你如果這兩個不能守住 那你的台獨的信仰就會崩潰 所有關於中國很厲害很行的事實一定要否認的 關於美國不行的東西也要否認的 就是為什麼說賴欣德說不能以美 這個是一路一脈相承的 你承認了中國很行的事實 那就是等於承認我就是騙子 我就是用台獨的目標來做主要 所以他一定要否認 所以包括綠營的粉絲 他也會去否認他看到的所有的這個東西 那還是回到那個澳洲老王講的那個心理學的 我覺得他這個理論對我理解一些事情很有幫助的 那就是說你在事實面前對吧 在這個利益面前 在這個你同裁的這個壓力面前 你最先拋棄的就是那個事實 最先拋棄的就是那些沒有用的認同這種東西 我想這個這個東西是不是也能夠 讓幫助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利益的這些想法 所以我看我現在就看了 看了他的節目我以前會生氣的 那我現在看了就是 感覺自己像 望那個動物園 在研究就對了 ok好 對對對 好 現在看了一些樂區裡面的人 大家在各種表現 嗯 覺得還蠻搞笑的 為了要強化自己的認知了 好 ok 好啦我今天就講這麼多 好謝謝你啊 李勁哥 謝謝你的分享 ok好 拜拜 好來 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傑克 謝謝你們對我頻道一直以來的支持 如果你們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呢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然後 我的YouTube頻道開啟了新的會員等級 白金會員 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我不定期的會推出私房的影片 以及加入我的白金會員 可以進到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的成員喔 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加入就知道了 ok 還不加入還不加入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